你不会说它是绿茶吗 还是冰水的问题 是的 因为这个问题的根源是这个男的 对 他再看着这个 看一会儿这边 看一会儿那边 对吧 现在你选择了站在我这边的时候呢 那你就把那个处理好 你跟可妮 你们两个人爱上了魏大学 我走 我离开 他们俩都走了 和蜜了 什么要去展的那天说呢 因为他说不出口 那看展就说得出口了 他想要离开这个环境 他离开这个环境有什么用呢 看展也不会说的 你在咖喱的这个角度上看这件事 然后他约他出去了 他觉得是好事 对吧 是 正常人都会撮恨 这点撮恨 这正好谁也不用抢了 我跟你说他这样还不理的呢 就是还不聊天 你不见面 我直接说我跟金金去吃饭了 我们两个感觉挺好的 真的不如这样 但是你说这么直接 我觉得他是真说不出口 你说这男的不喜欢我 为什么要约我 他不是有病吗 对 在你最想去看的地方 里面拒绝你 他最快他只有卖车膜 他不可能说 那你等我上五个月班 你等我上三个月班 我这三个月好好表现啊 三个月以后咱们看 他会不会又买了两张暗恋桃花员的票 说这两张票还你 哈哈哈哈 站在刘总说这些话的角度上来分析 呃他做的是对的 就第一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交学费 他觉得这学费交这交差不多了啊 我要寻找下一份工作不交学费了 哈哈他也就是不在意那 他说在意那呢 我觉得更不应该在这个结构眼辞职 他可能脑子也没想那么多 我提这一筷子其实看得很清楚了 哈哈哈哈哈哈 他跌落到谷底了他 他你看他现在是不想理那女孩 你随便一打扮人家说哎呦 哈哈哈哈 还好了 哎呦 然后他哎 是是有点哎呦那意思了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个意思就是 嗯 少花家里的钱 然后那时候就有很多那种 呃就是群演啊 干什么特约演员啊 一天能有个两三百块钱 就是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因为我觉得就是 但是这里占钱花很快乐 对对